各大剧集也是纷纷发布了英景的剧照 而优酷更是直接发布了最新的剧集排档表 其中就有诸多未播鲜火的剧集 安乐船也是赫然在列 最让人惊喜的则是 在整个表单的最后 有着这样一列文字以上都安排今年播完 也就意味着安乐船确定了会在今年内播出 最大的可能或许将会是在K2 或者是暑期的 这个消息无疑是让苦等多时的剧粉们非常的惊喜 要知道这部迪丽热巴和龚俊主演的安乐船 不论是从制作又或者是剧情和演员阵容上 都有着非常高的配置 质量颇高 具备成为一线热剧的实力 制作精良 安乐船改编自心灵的小说帝皇叔 由程智超 马华干以及苏菲等三位实力派导演联合打造 心灵担当编剧的作品 这个制作阵容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 三位导演单拎出任何一个 其导演的水准都非常高 更别说此次三位联合指导 让这部剧在各方面的质量都非常有保障 而根据剧集介绍来看 这部安乐传虽然是以女主人安乐的成长为主线 但在剧情里融合了励志 朝堂以及探案和爱情等诸多元素 使得整部剧的节奏或者故事看点并不会担保 特别是最后升华道为民请命的大格局上后 让这部剧的层次感非常足 从目前公布的制作细节和剧照中来说 安乐船不仅在剧情上很有质量 相关的浮华道也有非常高的水准 古香古色 古风古蕴下的画质和画风非常唯美 在古装剧里称得上是非常高的配置 制作非常精良 全员演技实力派 安乐船在演员阵容上也是非常豪华 不仅有着迪丽热巴和龚俊两位当红演员坐镇主演 配角里也是沃虎藏龙 刘宇宁 夏南 裴子天 陈涛 李舒婷 王毅婷等 都是颜值演技出众 堪称全员颜值实力派 迪丽热巴和龚俊不用说了 是这几年上升势头最为迅猛的小花生 高颜值 高人气且演技实力还不俗 主演的作品几乎都成为了当红热剧 迪丽热巴有着非常甜美大气的外形条件 独特的异域风情也是使得她的古装非常的唯美 去年的一部《玉胶记》也是尽显自身的颜值优势 且演技实力也得到了更多的认可 妥妥的颜值演技兼备的实力型小花 龚俊同样也是如此 山河令的大火 也是让她成为了新进的古装男神 帅气阳光的外形 加上不断打磨的演技 让她有了更强的实力 并且和马华干也算是再度合作 各方面的适配度和默契度也是可想而知 热巴和龚俊的组合 可以说是绝对的双A组合 颜值 演技 人气啥都不缺 甚至说有这两位在 就已经足以撑起整部剧的关注度 更何况从剧照中来看 两人的CP感也是非常足 古灵精怪 灵气十足的热巴 碰上儒雅不凡 睿智的龚俊 这样的画面不要太美 配角里的刘宇宁 夏南和裴子天等几位年轻演员也非常值得关注 这三位和两位主演一样 都有着极高的颜值 古装扮相出众 并且在演技上也可圈可点 这其中刘宇宁虽然不是表演科班出身 但这些年在古装剧里的表现还是非常出彩的 有自己的一套表演风格 演技上虽然还有上升空间 但对于一个半路出家的演员而言 还是非常难得了 夏南和裴子天则是出演了非常多的作品的老演员了 夏南长相甜美 气质出众 尤其是古装扮相非常的古风古韵 裴子天则是一位有着帅气的外形 演技也不错的人气演员 综合实力非常优秀 可以说 安乐传从主演到配角 都是清一色的高颜值 每位演员的实力也都非常强 从而使得整部剧的竞争力非常足 在颜值既正义的古装剧法则里 安乐传已经是在把流量密码牢牢掌握在了手里 安乐传的配置可以说是非常高的 不愧是S家的制作 在迪力热巴和龚俊的超强人气助力下 该剧目前的人气也是非常高 站内的预约数也是在早早地突破了200万 妥妥的微波鲜活 现在随着优酷的档期表出炉 并且有着今年全部播完的承诺在 这部让大家等待多时的高颜值古装剧 也是真的要来了 大家也是有眼福了 我就知道了